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這條影片是大家期待了很久的 然後我有逃避了很久的 雙十一淘寶開箱片 大家看到這個陣容 算不算誇張呢? 其實今年我比去年已經買了10公斤 今年這裡是42公斤 分了三箱寄過來的 平時我不喜歡這樣拍開箱片 一來你們看著我刷子盒 其實很浪費時間 二來其實今天你們都會發現 因為我買的東西是給Chopper 平時淘寶都會的 所以一邊刷 其實一邊有一些你們未必感興趣的東西 還有你們一會兒看這條影片 也有機會會聽到一些嗶嗶聲 因為每一次刷淘寶 Chopper都很喜歡用他的玩具球來跟我玩 所以我就要一邊玩BB球 一邊刷淘寶 廢話不多說了 看到這樣的陣容 我都預料自己要拍兩小時 所以現在我們就馬上開箱 2018年淘寶雙十一開箱片 我現在就先把這三個包包拆 裡面的東西一匹一匹一匹 再去開箱給大家看 好,我已經拆了那三袋 你會看到其實這裡有1,2,3,4,5 5匹都是Chopper的尿箭 這些就是Chopper平時在家裡 會墊在廁所板下面的一個箭 通常我都會在雙十一的時候 買完一年的份量 大約是8-10匹左右 所以這5匹之外 應該還有幾匹是Chopper的尿箭 我想這些尿箭 佔了我全部體重的大約三分之一左右 我懷疑這大批也是尿箭 讓我先來看看 開一點點 我沒有猜錯 這裡還有兩批 然後為了Chopper 今年應該是這一盒 他還送了毛巾 我不開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其實很重 是什麼來的呢 是Chopper的一部吹毛機 因為我和男朋友 每兩個星期都會和Chopper沖一次量 大約一個多兩個月才會找人幫他剪毛 所以平時我們用風筒就覺得太慢 吹得不夠鬆 所以今年終於寫得入手這部吹毛機 希望可以幫他吹毛的時候 他又不喜歡吹風筒 所以可以吹得快一點 他又開心一點 快一點又完成這件事 也值得去買的 我想Chopper的用品應該差不多吧 我都不太記得了 然後想開一些大型的東西 我這次就買了兩個垃圾桶 啊 第一個就是我手上的垃圾桶 它看上去好像沒什麼特別感 其實它是那些自動開關的垃圾桶 我現在就試一下 我很怕在淘寶買些要插電的東西 所以這個可以用電芯我覺得很安全 對於我這些有少潔癖的人來說 因為我是很怕按到垃圾桶 我覺得很骯髒 所以這一款呢 很適合我 我覺得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垃圾桶 來的 我終於安裝完成了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垃圾桶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就是因為它比較窄 你看到其實我的手呢 這樣還闊過它 所以我放在廁所 一些比較合適的空間就很適合了 它就不是剛才那些垃圾桶 它就是這樣揭蓋那些 好了 大型的就開完了 現在就開後面那一大堆東西來看了 我拿到哪樣呢 就開哪樣了 這裡是兩雙鞋 一雙媽媽 一雙我自己的 那雙的圖片就是菠蘿 媽媽的就是老鼠頭 那這一雙鞋呢 是一個布鞋 我們平時就用來 下街放初爬用的 那它這個布鞋 吸不吸呢 大約就一年貨仔 看起來就會 開始髒 殘 那樣的 所以去年雙十一其實 我有買的 今年呢 也都再買過這一雙 就可以扔掉去年那一雙 那之後最開心就是 兩個髮夾和一雙耳環 哇 這雙耳環這麼誇張的 我以為是小小的那些呢 我平時都有戴開 誰知道 超大的 看到嗎 超級無敵大的 對呀 然後髮夾呢 就是這一種的鯊魚夾 那買了一個藍色 一個是蝦肉色的 喔 初爬的 完了之後呢 還有小吉的 這個是放在牆角那裏呢 那它就可以繞臉毛 那我想大家看到片頭都知道 我有一隻貓那隻狗的啦 或者你留意開片都知道的 那所以雙十一 不是只買初爬的東西的 小吉都有的 再來有這一盒 那它呢 送了一本很漂亮的寶仔給我 啊 哇好漂亮呀 它的顏色超漂亮呀 不知道它是否有其他色的呢 如果又會買完 你們看到這雙耳環呢 它的流蘇超漂亮呀 這個配色 還有買多了這一對的 這一對都挺漂亮 我現在已經全身大汗了 我拆了 三分一都沒有 都是耳環來的 一盒 你看頭髮夾完呢 全直了 因為出汗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這陣子都沒有帶什麼新耳環呢 是因為我等雙十一的時候 買多很多一對 那遲些就有很多來換了 這對是比較斯文的 藍綠色寶石耳環 然後這一對比較民族風的圈圈耳環 再有一對比較跳脫的幾何圖形耳環 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的淘寶耳環分享呢 就對這一對不熟悉的了 我買了黃色 趁雙十一買了藍色 這對耳環呢 剛才不是有黃色那一對的 因為這一間是便宜過 剛才黃色很多 我想看看有沒有分別 所以就買了 還有一對是金色的圈圈耳環 還有剛才藍色那對寶石耳環 還買了橙色的 不知為何這些小小盒 我全部都覺得是耳環 咦不是的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大家平時看我拍片那間房的床頭 不是會有一串的燈色嗎 那一串玫瑰金的燈色呢 都經過了一大段日子 就開始有一些生鏽了 所以今年我就再買了另一款的燈色 為什麼我會買這一款呢 就是因為它比較輕一點 而且不再是金屬 那就應該不會再發生生鏽問題了 因為我不想整天都換 換了的時候 除了浪費錢之外 都有點不環保的 所以希望這個膠的 可以放久一點 放多幾年 這一盒就是一些文具來的 如果你們收過我的Giveaway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會貼一些很漂亮的貼紙 然後會寫一張小卡去送給大家 在裡面 那我呢 今次也都買了一大堆的貼紙 全部都很漂亮 例如有一些是聖誕節的 然後 很多都是一些我很喜歡的 比較柔和式系的貼紙 然後有些是好像教堂那些玻璃的花紋 然後又有些是燙金的紙 然後有很多淋淋種種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有選擇困難性 所以我是很想要一個座桌的 2019年月來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款好 那我就買了三款 有一款是貓貓 有一款是一些比較星空顏色 還有有一款是比較彩色的 這三款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會用哪一款 但是其中有兩款我會送出來做Giveaway 不過不是這支影片 哪支影片呢 遲些你們就會看到的 那就會做一個Giveaway給大家 可以好好計劃你們的2019年的 然後呢 買了一些啪啪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買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花紋很可愛 很漂亮 我就買了 又送了三個我不會用的iPhone 給我 真的很不漂亮 可不可以沒有送給我 然後這個是超可愛的鴨仔 然後這個是膠的 我本身不知道是膠的 它好像沒有那麼好質感 現在看上去 那就是鴨仔紋 然後是一個背殼面 紅色玻璃 最後是一個燈芯用面 我不拆膠袋了 因為手超級髒 一個羊背背背 好可愛 然後呢 這兩個小豬 都是Chopper的玩具 我之前在深圳買了他們送給Chopper做手信 Chopper很快就咬爛了耳朵了 那我教了它不要再咬 之後呢 另外那隻耳朵呢 是得以保存的 那我知道它不會再咬了 所以就買回兩隻一模一樣的豬仔 送給它 什麼啊 豬仔啊 豬仔啊 過來啊 過來啊 豬仔啊 對啦 豬仔啊 豬仔回來了 好了好了好了 到底有多少個小的盒子 全部都是耳環 我買了多少雙耳環呢 這個是金色圈頭髮的髮箱 後面有一個橡筋 然後呢 是有一雙銀色的大圈圈耳環 然後這一雙是一個挺漂亮的針直耳環 然後這個是放寵物糧的一個密實口 我看它旁邊是做到一個密實的設計 希望那些糧可以放久一點 不會太快變的 我沒有騙大家了 我真的買了這麼多的洗臉筋回來的 我是很喜歡用 你們經常都說呢 它們有陣味啊 但我聞下去真的沒有 我現在特意開一包出來聞 沒有味啊 真的 我想是一批批貨 還是我味覺有問題呢 我想問有多少人跟了我買這個洗臉筋 然後你覺得它們聞下去有沒有味 你們留言告訴我 我想看那個比例 因為我自己買過三次 現在是買了十幾包呢 完全沒有味 我本來以為是這次雙十一 因為都有人反映跟我說有味 所以我很擔心 我不是擔心自己 我是擔心我介紹給你們之後 你們覺得不好 真的沒有味 所以看看你們會不會反映到意見給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像通常買了六包 送了一包給我 我送一包小的嗎 這裡有兩條是我買給男朋友的運動褲 我們平日星期六日去放錯牌 就是穿這些褲 我現在剪到前前後後 我還是被淘寶包圍著 我已經特意今天沒有打扮了什麼衣服 妝亂化 因為我知道我一定會全身汗 這裡有三對蜜 這一對是貓貓樣的蜜 黑色有些彩色點點的 有一對是黃色的 黃色這對真的沒那麼漂亮 剛才黑色那對真的挺漂亮的 黃色這對我就覺得一般 還有一對是滋麻街的蜜 然後就是一條黑色的直紋長裙 為什麼我會買這些直筒呢 後面有一個開叉的 看到嗎 對了 我買它是用來襯衛衣的 今年真的很流行衛衣 所以我就買一條黑色的 容易襯了 這條片的衣服大家都不用期待 我會穿上身的 一來我現在這個氛圍是做不到 二來真的很髒 我整隻手都黑了 我是不會穿上身的 然後有一個 嘩好臭 嘩好功臂 不行 真正的和尚袋 要洗洗它 先拿走 好臭 白色的通花上衣 它是一個很厚的質感 現在這個Tint應該穿不到 而且是小企嶺的 我喜歡它的企嶺在花邊 跟著之後是闊皺的 它應該是比較短身 我現在量度的話 應該是比較短身一點的 如果你在鏡頭前 你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米黃色 但是我真人看下去 其實它是白到有些螢光黃的 很少很少泛黃 我想可能洗一洗它就沒事 或者可能是現在的燈光影響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鏡頭看下去是很漂亮的米白色 這是一個絨面V領的連身短裙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絨是這種質感 你說是否非常柔軟 我又不覺得 少少硬 但又未至於筋肉 它的造工我覺得就還可以 你看到這個位置呢 其實怪怪的 它是縫得不好 還是本身是這樣的特色呢 還有它後面的白色呢 有點像我小時候做針子的衣服 那些樣板的樣子 那我就覺得一般般 那裡面就再附有一個 起領的黑色衣服 嘩!這麼窄的 怎樣穿啊? 好窄啊! 不過應該是有彈性的 OK的 啊! 我喜歡這件了 我期待了這件一段日子 這件是一件衛衣 薑黃色 上面有一隻白哥狗 很漂亮啊! 不過它很厚啊 它的臉質 它裡面是一種有毛的衛衣 那它的缺點就是沒有袋子 我也是喜歡衛衣有袋 但是因為它的白哥又很可愛 然後顏色非常漂亮 跟它那間店展示出來的照片是完全沒有色差的 所以 超喜歡這件 然後呢 就是一件灰色的衣服 它的領域就做了這些鬚鬚的設計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胸口位 這裡其實做了一個深型的 你會看到上一點是比較透的 不知道會不會透到肌膚的顏色 但是下面是有一個深型胸的 那我就很喜歡這件的設計 所以就買了 我好像開了一個世紀 好了 那我就買了一條運動睡褲 對 都是一樣放chopper去用的 平時 你們經常都很想看我這種開箱 是不是很悶啊? 因為我買的東西 不是平時那麼精彩 平時我是買很多次 然後呢 就去歸納一些我覺得很適合推介大家的東西 而這次是大家陪我一起開箱 我覺得是兩種不同的體驗 我好喜歡啊 是一個粉紅色迷彩的風褲 你們都知道其實我經常都是去郊遊的 所以我覺得風褲是很適合整個風格 不是實用性的問題 是風格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就一直都在默色一件我喜歡的風褲 我今年默色到了 就是這件粉紅色的迷彩風褲 好漂亮啊 這個粉紅色呢 不是非常非常鮮艷的 都是我喜歡那種 比較暗淡淡一點的粉紅色 所以穿出來不會說很靚 我覺得我喜歡啊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也有留意我床上 有時候是一張粉紅色薄的皮 但因為那張薄的粉紅色皮 太淺色的關係 很快就髒了 因為其實我平時是在床上化妝的 所以那些粉底啊 胭脂啊 眼影的顏色 經常都放進去 我今年就默色了另一張皮 好漂亮啊 非常有質感 它用布的繩包著 然後它的圖案呢 很漂亮啊 我買了藍色 我想它的圖案類似都是這樣的樣子 我不開了 一開應該全部都是塵 還有我不知道怎麼擺 遲些大家會看到我的影片後面的床 就會變成它 當它洗好之後 好了 這裡有兩件衣服是我媽媽的 大家想不想看我媽媽喜歡穿什麼衣服呢 很普通的白色衣服 綿綿的 不是那些很厚很挺的衣服 而另外這一件呢 會有一點點民族 pattern 藍色也是衣服的 我媽媽是很喜歡穿這些薄衣衣服的 通常商十一就是這樣的 我買完之後 很久都不想寄回來 因為不知道哪一天有空拍片呢 那我就一直放在這個倉上很久 直到我上個星期才叫它下來 有時間去拍片 什麼來的 尾風 好害怕啊 我買了什麼回來 糟了 為什麼會這麼大一點 糟糕了 超級大 很專業 因為我現在的腳架 即是相機拿著那個 是新縮型的 縮完之後這麼小 但也有一定的重量 你們都知道 我現在會在男朋友家拍片 要不就要穿著這個去她家 而有時候 就是用一個我手拿著那些棍 自拍神棍 它是有一個座的 就是這樣坐著我的相機 但是那個座有一個問題 就是上次我在台灣 它因為太重 或者有風 有東西動到碰到 跌了它之後 我的相機就爛了 所以其實那個我覺得不太穩 我就一直想買多一個腳架 就放在男朋友家拍片用 但是它比我想像中 就太過大了 因為我現在的腳架 是它的一半 嘩 唯有這個放在我家 唉 太大了太大了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專業的一個腳架 嘩 我沒想過原來可以拍到最後的 我以為這一輩子都在淘寶都到過了 啊 這是什麼來啦 如果你有看過我沖繩拍那條片 你應該見過一個 是類似這樣 但是肉桂狗的一個包包 是掛在廁所用來放護膚品的 那我自己原本那個是黑色無印買的 那我就嫌不太細 而且我看到媽媽那個 間隔非常之好 那我這次就自己買了一個布甸狗的 那這個包包呢 它是有手柄的 然後打開出來 這裡是有一個勾 就可以勾在廁所的位置 那裏 那裏面是非常之多格 而且非常之大的容量 你去旅行基本上十天八天 兩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都可以放入所有護膚品 然後這包包是什麼呢 那我媽媽就經常看到 我的行李箱裏面 有一個個的旅行收納袋 但是我媽媽的笑女心 是比我更加爆棚的 我那個只不過是一個淨色粉紅色 我媽媽是要找公仔的 那所以呢 她這次就選了這個Duffy和兔仔的圖案 跟我那個應該不同的 因為我不是這間店裡買的 我自己那個 那它是有一個大的 然後有一個小的 再有一個再小一點的 然後兩個這麼大的袋子 還有一個小一點的袋子 那如果你問我呢 我就喜歡我那套多一點 我覺得我那套的功能性和實用性大一點 但是這套的笑女心就非常爆發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是她送還是我買的呢 有個毛毛的髮色 還有這個 這個肯定是我買的了 就是一個松鼠 是咬住iPhone線 用來充電的時候 超可愛的那些來的 我這次的開箱終於來到這裡了 這條影片究竟有多長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拍的時候已經拍了兩個小時那麼久了 而且我現在被一大堆的淘寶和垃圾圍圍了 唉 要收拾這個殘果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啦 那希望你們喜歡一年一度的淘寶雙十一開箱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